原來我就是唱這首 就是拉我去參加那個 他選了這首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你就yes or no 最後是拿到一個不錯的名字 但是是五音不全的 因為跳舞那裡 拉著台風的分 Stage performance做得好 經過那次之後我就發現 嗯?原來我唱到這樣 都可以有這麼大的鼓勵 對呀 那就更加磨練自己的歌喉 就去學唱歌了 扔了一對跑鞋 改變了方向了 改變賽道 也有跑到中學畢業的 就開始轉移 所以現在看那個人就有這個感覺 我每一次看 特別是那些田徑賽事 我心裡很緊張 好像自己已經嗅到牆上青草的味道 那些膠粒的泰坦地的味道 真的很緊張 你那時候也是一個緊張的運動員 是不是 一上到線道的時候 就會震 其實是一定會緊張到手有點震 但是你一起跑的時候 那個凶狠的眼神和擴張的鼻孔 就出來了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剛才在等待做訪問的時間 我們正在看奧運 原來進來跟我們一起聊天的 即將亮聲的這位嘉賓 以前也是一位運動員 但是一年多時間都沒有聽他的新歌 自從上一次的高敏族之後 最近又再一次拍上她的2024年的第一首拍這首歌 左手鄉她是陳偉璇 Kira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很久不見了 剛才看到葦璇以前也是玩田徑 田徑關東藝 以前玩些什麼 以前跳遠、跨欄、400米等都有 其實是因為你知道跑步的人 如果什麼校隊需要你 你體能好其實你也是要那個小位 跑了 跑了一件事而已 但是你說跳遠是另一件事 但還是說速度和大腿的力 但是那時候有沒有說自己最喜歡 或者最專注的是什麼項目 初中的時候最專注的是跳遠 又進到Western市去做Furder的訓練 但是後期 後期主力是4乘400的 即是在我們女子隊 400米是田徑賽場上最辛苦的一個 魔鬼 魔鬼賽道 你不要以為400米是長跑 他是短跑的速度 跑長跑 接力度 中長 中長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辛苦的魔鬼 魔鬼賽程 但是那時候你的運動員 就是玩這麼多田徑 那後來去了做歌手 所以就沒有再參與 是不是這樣 其實是一直 由10歲開始已經跑步 就是跑區賽 之後才入體藝 然後一路跑一跑 其實都是打算做運動員 但是跑到15歲的時候 突然之間同學就叫 不如你跟我一起參加歌唱比賽 蛤 你的朋友為什麼突然間 生氣你唱歌 他跑不贏你 他就是想你去唱歌 他可以跑不贏你 不是啊 他讀藝術的 蛤 他真的生氣你 我參加完第一次歌唱比賽之後 儘管我旁邊的那些男同學 全部都說 你閉嘴吧 很難聽啊 蛤 那是校內的歌唱比賽 校內那些都有 因為其實我同班都有很多現役的運動員 我現在還在看足球 我很記得當年他們是絕對不贊成我唱歌 因為我是五音不全 哈哈哈哈 那你又膽操操 嘗嘗嘗嘗 做什麼 還有那時候有跳舞 我將跳舞和唱歌融合了 放進歌唱比賽那裡 那時候已經開始唱跳了 第一次就已經唱跳了 還記得那時候第一次參加校內歌唱比賽 唱跳是唱什麼作品 當然記得啦 就是張惠妹的Yes or No 哦 比較冷門一點 參加歌唱比賽唱這首歌 那時候張惠妹來來去去 就是大家唱 要不就是唱 Channel Channel 姐妹那些 或者就是 原來你 我同學就是唱這首 就是拉我去參加那個 是 她選了這首 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 你就是Yes or No 是Yes or No 最後是有拿到一個不錯的名字 但是是五音不全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跳舞那裡 大家覺得 加了一些台風的分 Stage performance 做得好 經過那次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我唱到這樣 都可以有這麼大的鼓勵 是 那就更加磨練自己的歌喉 就去學唱歌了 扔了一對跑鞋 改變了方向了 然後 改變賽道 也有跑到中學畢業的 嗯 就開始轉移 所以現在看那個人 就有這個感覺 我每一次看 特別是那些田徑賽事 我都是 心裡很緊張 好像自己已經聞到 牆上的青草味 那些膠粒 那些泰坦地的味道 對 真的很緊張 你那時候也是一個 緊張的運動員 是不是 一上到線道的時候 就會震 其實是一定會緊張到 手有點震 但是你一起跑的時候 那個凶狠的眼神 和擴張的鼻孔 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 那也是啊 就不管了 因為那個呼吸很重要 當你跑的時候 對吧 所以 無論鼻孔 嘴唇都會抹大 哈哈哈哈 特別是你跑四百 四乘四百 去膠棒的時候 其實去到最後一百米 你真的不會看前面 你真的向天 然後就是 很累啊 鼻孔就是不停呼吸 所以真的 嘩 一想起也是溺溺在目 哈哈哈哈 還有隔了一段時間 你現在看到電視 你也想起那股草味 自己當年 那個壓力也有回到上下 所以其實你也應該有 運動員的一個訓練出來的一個鬥志 精神 精神在這裡 有啊 越戰越勇 還遇到什麼困難 什麼阻礙 易景哥 沒問題 香港精神 易景哥 沒問題 繼續打下去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哎呀 陳偉璇好像一直走來 都感覺上好像跌跌碰碰 很多的阻礙 但你也看到陳偉璇也是笑著去面對 去面對這些挑戰 嗯 都有運動員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做每一行都好 都會遇到各自的難關 或者做到最精準 或者最專業的級數 其實一定要磨練很多年 所以如果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職業的話 我願意花我一生人的時間 去繼續磨練好它 磨練做好它 如果你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愛上這個職業的話 你就會盡所有努力去做 你有沒有那個時刻 從一開始你說 參加比賽五音不全 去到哪一刻我愛上了 我喜歡做歌手 我想唱歌做跳槍 其實就是第一刻 上這個中學校製 即是中士五音不全 第一次那次 但就很熱愛 是啊 我覺得一站上台 特別有 我記得是在荷里胡廣場 第一次已經站上去 你不是在荷里胡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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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可以 不是啊 它是全港中學校製競賽比賽 哦 一來你就去全港中學校製競賽比賽 一來就去全港中學校製競賽 一來就已經是荷里胡廣場 你已經是代表學校製競賽 一來就這麼厲害 有初賽那些 就入選了 OK 也有四十幾個人 大都厲害 對 厲害 所以那時候就選了yes or no yes or no yes 心裡就說yes 要我輸 no 有個增性心 但你說剛才高高低低跌跌跌跌跌跌跌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個period 比較辛苦 自己捱得辛苦 是什麼時候 捱得辛苦 我覺得是剛剛入S1 組合的時候 因為始終是超級新人 又對這個行業不太適應 要跟著師姐 那時候 Shin和Nata 其實是帶著我們去慢慢熟習 應該是怎樣做的 我覺得適應期對於自己來說 一個學生剛剛畢業 第二天就飛去韓國去訓練 然後就上音樂節目 那個適應期是很短的 是 那時候去韓國 你害不害怕呢 糟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做 像你所說 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畢業明天就去韓國 我是今天考完CIE的試 然後我明天就飛去韓國 所以沒有什麼準備 準備不到的 我去了我來練 但其實也開心 興奮 對 因為所有事情都第一次 對 而且也喜歡練習 嗯 對 那就是中原底 對 他只熬得 對 對 那感覺過了組合的時期 之後就開始 自己有參加不同的比賽 或者是 然後就開始個人發展 嗯 那現在你的感覺 應該是比之前熟練了很多 例如自己出去 宣傳 或者什麼都好 說話都淡定很多 我覺得是開始想跟大家再做朋友 因為之前是 我好像有一套公式 要表演出來 有一個形象 但我現在會想 比較真的面向 例如大家看YouTube的我 我會去幫人撿屋 真的深入民心的時候 或者跟以前大家看《造星》的時候 是很時刻的 我想大家全面去認識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不容易 真的 在這九年裡面 回想到哪一個時刻 現在想起都覺得 哎呀 這段經歷很珍貴 無論是好還是不好 對於我以後的 藝壇的路上 這個真的是 一個很棒的經驗 嗯 那一定是《造星》的經驗 就是因為整個過程 無論到最後的名次是怎樣都好 我都結識了一班超級好的導師和朋友 那還有在裡面的作品 好老實說 我昨天自己是有打開YouTube再看多一次 咦 是 怎麼突然重溫 我是時不時都會 就是 我喜歡看的 在循環一下自己的表演 看看有什麼問題 或者那時候的唱歌狀況是怎樣 這陣子的唱歌狀況是怎樣 我都會看一下 然後我就 嗯 好看 你自己當年的表演打動 是吧 其他組那些都好看 我那時候A隊那些 好看的 哈哈 但如果你自己看過往的一些表演 或者唱歌 你是完全不會有一些恐懼的情緒 因為有很多人是怕 看自己很久之前的演出 我是挺鼓勵大家去看我的所謂的黑歷史片 哈哈 什麼黑歷史片 就是yes or no yes or no 是啊 是啊 有看的嗎 有當然有 哇 現在還在Youtube上面 你按Youtube 阿姨我們不要播左手香 我們播yes or no 我們播yes or no 是陳偉璇多年在廣場的表演作品 哎 搞笑 但是因為我經常說 你看我那時候這樣 現在都可以練到更加好 是一個好好鼓勵人心的故事 其實都很擁抱人心 每一個不同的時刻 我真的 沒辦法了 人生是要這樣 哈哈 是有鼓勵低低跌跌跌跌跌跌 又不懂得懂的 好了 說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先說一首新歌 好嗎 新歌名字叫做左手香 右手就是臭的 哈哈 左手香 左手香聽說是一種 它有療癒功效的植物 是 是 我們先解釋一下 是 那時候接觸到這首歌 其實我也有問諾兒就是 咦 左手香是甚麼來的 她也說是一種有止痛消炎作用的植物 但這種植物其實你要剪了一塊葉下來 剪碎它 即是中碎它 再放在一個傷口上面才有用 就好像我們要經歷一個感情 recover的時期 其實要把那段感情真正放下 解開所有的結 做一個情感的斷寫來 才可以讓它走過下一段路 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沒有聽過這一種的食物 那時候一開始跟填詞人王樂儀去接觸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為何是左手香呢 或者是否跟他分享了一些故事 再跟你度身訂做這首歌 之前其實一直都有跟舒老闆合作 一個傻瓜一個啞 和高敏族的時候 他都聽了我不少的情感故事 本人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適合斷寫來的一個人 無論是收拾東西還是情感上 其實我都挺狠心的 對於感情的看法就是 我們一定要move on 所以就把move on這個主題放進去 有一句歌詞我很喜歡 當傷勢未能太多慘性我 請相信歲月過而能快樂 就是這樣 請相信歲月過而能快樂 這句歌詞是令到我現在 沒事的陳女神我要相信了 向前行 你是一個狠心的人 在愛情當中 最狠心 通常是你先說再見 還是他先說再見 他吧 那我都說我狠心 你覺得不能挽留了 女生叫了分手 通常都回不了頭 是嗎 我經常覺得男生叫就回不了頭 不是的 女生叫還可以挽回 你挽回過很多次 我挽回 我挽回 你挽回 屎挽難挽 女生叫分手 一定是之前做了很多心理建設 一定是想清楚 你真的很了解 所以你只是 誘亂 錯過 但他挽回也有用 真誠其實是會感動到人 但如果那個女生已經想清楚 就 下一個更加好 浪費了 但你從來都沒有試過被人挽回 有 我有試過被人挽回 是 都是真誠感動的 是 你覺得有什麼發生 兩個人當中發生什麼事 一定不能挽回 你決定要分手 就要分了 出軌是一定不可以的 出軌不行嗎 我問一下 思想和身體 思想出軌 還是身體出軌 我心裡想 但我勒住了自己 嗯 我經常都是這樣挽回 哈哈哈哈 看到你眼上有些故事 哈哈哈哈 開玩笑而已 會出軌 除了出軌 除了第三者之外 有什麼做錯了 你都覺得 不尊重 我們走不下去了 我覺得有時候是價值觀 或者他不支持我的職業 這件事都很重要 如果真的充分了解了大家 知道大家是喜歡什麼的話 其實我就會 Fully support 我的另一半 去追她的夢想 或者我不會 disturb她 是 即是不會叫她 不如不要 即使你看到 都沒有什麼發展 你都不會叫停她 我會想想她是不是真的開心 其實人帶了開心 真的很重要 無謂一份工作 做得很辛苦 但最後自己得到的就是一些很壓抑的感覺 或者你會不開心 嗯 是 有時候追夢也是很矛盾的 即當中你都會經歷一些低潮期 不開心 在這個時候你會怎樣鼓勵自己呢 怎樣安慰自己呢 我去安慰自己的方式呢 就是放狗啦 然後做運動啦 即是跑步啦 還有煮東西吃 很多方法 我以為有收拾房子 我發覺呢 我很生氣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是收拾房子 很多房子 真的 左手香就是屬於陳米璇的新歌 廖宇 廖宇 廖宇式 也是一首情歌 不如說說錄音過程 今次書老闆跟你錄音的時間 主題時間 主題時間是否厲害 比之前少的 因為一個傻家國瓦實在是太經典了 即是十四個節奏 這個就是因為之前有練習過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多個節奏 而且經歷過前兩首歌的合作之後 都熟了那個運作 但這首歌其實是去年已經錄好了 遲遲未能出的原因是 沒有一些環境上的變動 天氣又有情 天氣又有樂意 天氣不至於預期 但今天也出了 但在等待的時間 怎樣去做自己的心理平衡 就是執屋 執屋 執屋執得很厲害 我看他的Youtube 我其實想問 因為你都經常執屋 其實還有可以執嗎 你已經執得很好的 你每天下班回去 或者你試完一些衣服 吃完東西 那些碗 其實都要洗 每天吃完飯 都是要做 每天那些 但其實我不是只收拾自己的家 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素人 都有Inbox向我求助 所以我一個星期 其實都有三四天 是真的要去幫忙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執屋 突然想知道 我這個叫收納師 收納師 好聽些什麼叫執屋 收納師 其實我覺得執屋 是更加合乎我的形容詞 因為坊間有很多專業的收納師 他真的以那時候的家庭狀況 他就有一些收納的用品 去幫他rearrange 怎樣排除物品 會用得更好 但我是以一個風格 整間屋的設計 用軟裝來令到感覺更加 warm 就是問一下屋主 是喜歡什麼風格 而風格加上收納 整套東西 還有軟裝 自撿東西這麼簡單 其實 因為人們很喜歡打卡 在自己家裡打卡 沒錯 可能今天有一個outfit OTD 他就想在鏡面前打卡 很多人有這個要求 是呀 你幫我撿個角落出來 可以打卡 或者可以做YouTube的背景 還有朋友上來有臉 你現在很有自己的角色 所以事前也要做很多的了解 究竟他是什麼性格 他可能的職業背景是怎樣 他平時的作色時間是怎樣 或者生活習慣 對 我有一份文件給他填的 嘩 有文件嗎 是 他填好了的時候 你要多了解 填好了之後 會給現在的狀況的照片給我看 我才決定我有沒有能力去做到 很想聽這些案子 有什麼最難搞的屋子 還有有些人的屋子真的很恐怖 凌亂的程度 你當然 不是 因為有看過 你也很凌亂的 有看過 韋璇的影片 真的改造得不錯 多謝 我們稍後回來可以聊一聊這個 還有再講一講這首新歌 左手香的MV是去了日本拍的 沒錯 我們休息回來 直播室繼續有陳韋璇講新歌 左手香 一圈圈跟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到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小鈴鐺 最新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